女孩的生日礼物 是个有着银发的漂亮男人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是未来的红太子 封批弟弟打翻簇钢 恍如他的房间大闹 他不耐捂住耳朵 这行为再次惹怒了对方 弯腰把女孩圈在怀中 最近因为你安静了许 我还以为你是正常 原来是浅薄的在想着找男人玩吗 浅薄 像没学过李仪的野兽一样 不敲门就炒路教训我的 才是真正的浅薄吧 你说什么 听懂了就鬼开 对方闪烁的眼神 让他想起了安妮的记忆 经常不回家的父亲 某天突然带回来一对双胞胎 小安妮也是那时才知道 从来不对他笑的父亲 原来也有父爱这种感情 但他把错归结在自己身上 都是为了生下他妈妈才去世的 所以爸爸才会厌恶他 直到那个粉头发的小男孩 突然向他搭话 姐姐你平时也是这种表情吗 还是故意想引人注意 他笑得一脸天真 言语却无比恶毒 看起来可真恶心 现在这个人又大言不惭地来干涉他 门外忽然传来对话声 听说被尼奥公爵就要举办挑选大公妃的宴婚 我都说了不结婚 要一辈子待在父亲和哥哥身边 姐姐在睡觉呢你小声点 小姐你要看宫女脸色到什么时候 别那样说 姐姐被大公抛弃受的伤应该还没有遇到 我不想姐姐伤心 可是比起宫女 大公妃更适合小姐 是小粉毛的妹妹和她的侍女 真可笑 明明是故意在她门前说 想激怒她犯错让公爵成功 从下人嘴里听到那种话是你自己的字 你别想麻烦乱出气 说什么呢这个神经病 虽然很想揍她一顿 但她得维持原主冷漠傲慢的人生 有时间教训我 不如管好你妹妹 侍女的水平就是主人的水平 虽然你们没有继承费利西特的血脉 但该有的水准总要以 去忠实地履行爸爸的命令 毕竟这才是你存在的意义 她也该进入正体 去见见她的生日里面 那人除了是公爵家培养的杀人武器旺 还是十九镜颓废小说下夜之五的男主角 而女孩其实是个附身者 她是穿越于不同世界 但每次都迎来糟糕结局的任务 这次她成为了费利西特家的宫女安妮 这是她最后一次复身接触 如果失败 就会迎来真正的死亡结局 原著中安妮就是折磨男主 并让她发疯的罪可破绳 勒迪安最后成为了皇太子 并亲手杀死了安妮 这个疯子最后抱着安妮的祖 说会追逐她直到地狱 她对弟弟命令她 带我去地下城 小粉毛威胁 你别后悔 就算你待会被吓到我也不会帮人 她掏出项链默念了什么 魔法阵随之启动 原来那就是可以自由出入地下城的钥匙 她要想办法弄到手 对了阁下只给我一个命目 就是带你过去 找不找到她就是你自己的事了 结果刚进入地下 女孩就快速向情跟去 小粉毛傻眼了 你去哪里 当然是去见让她可以得到美满结局的宝贝 弟弟又跟了上来 你知道接下来往哪走 这时守卫上前 艾瑞科少爷您来了 我已经按您吩咐集合了所有人员 可这位是谁 这里只有您和公爵阁下可以出入 我来解释一下 公爵赐给了公女一份礼物 这里的怪物中有姐姐想要的玩具 来姐姐 要不你自己去找找她 她推开艾瑞科 也总是靠近我让人很不顺 以为她不知道吗 召集这么多人不过是想看她出丑 她回想着小说的内容 勒迪安在印有家族涂装的红色誓言附近 她扯开红色的墓里 弟弟幸灾乐祸 哎姐姐小心点 撞到墙壳怎么办 她摸索墙面 立刻发觉到了不对 如果是原来的安妮肯定拿墙没有办法 但她拥有几个世界穿越时所积攒的力量 她挥拳向墙 墙就像豆腐一样被她轻易辅送 艾瑞克托你的福找到了 有个天使般容貌的男人躺在那睡的巨型 怎么这样都还没醒 脚下的餐盘里有个白色粉末 难道为了不让她见到乐迪安 给她下药了吗 小粉毛又跟了上来 你到底要干嘛 难道现在还基于继承人的位置吗 还是想找个长相不错的诺尔玛随便能玩 艾瑞克托可真让人忍心 安妮抓住了她的领口 是你给她下的样子 艾瑞克想拉开她的手 却发现完全动不着 安妮又狠狠踢了她一脚 我说了让你不要碰我 非要我拔掉你的舌头吗 身后传来声音声 她转身看去 看来要笑快过了 现在的乐迪安也才十几岁而已 还是个孩子会喜欢糖吧 这是她制作的解读剂 只不过用糖做了伪装 你要是不忘记我 下次我给你带两颗 艾瑞克再次靠近她 姐姐你现在真是太奇怪了 怎么一直在做 平时不会做的事情 我看你好像有严重的错觉 不管我怎么样和你有什么关系 我又不是你的亲姐姐 你怎么如此没有自知之明 乐迪安在吵闹声中睁开眼 他们在干什么 眼前是女孩放下的糖 她把糖塞入口中 好甜 竟然还要再给她两颗 得告诉她我不需要 是看着眼前三方不得暴坐的 她决定躺下继续装睡 当着援助男主的面 她把自己的弟弟揍成狗 只因对方总是不经同意就碰住 看着眼前暴坐粉毛的脸 男主选择继续装睡 而弟弟被揍后竟忍了下 即便公爵询问 也只说是自己训练造成 因为她对姐姐抱有不存的心思 安妮的父亲 因妻子难产去世而厌恶 她就故意在母亲忌日当天 穿上母亲生前最爱的礼服 极度相似的容貌 刺痛了扎爹的心 竟对她恶语相向 是在向我示威 不要忘记女生日 女孩非但不方法地笑 粉毛妹虚伪地打圆场 一年只有一次的生日 姐姐想得到祝福也是当然的 弟弟顶着猪脸火上浇油 你别插手 为了个礼物闹成这样已经够难了 扎爹又骂道 则真是不懂事的东西 连助理的安妮 就是这样一直被他们打压了 他因缘主的遭遇 悲哀 但脸上又保持着完美的笑容 爸爸这次我只想安静地度过生日 一直以来因为我的生日和妈妈的忌日 都没能好好地纪念过妈妈 这次我想好好纪念她 什么 扎爹开始动摇了 其实我知道 大家都认为是我害死了妈妈 在背后叫我摸你 我一直坚信您会亲口告诉你 不是我害死妈妈的 可能因为当时太小才会抱有气味 王妻的身影与女儿重溺 她想起妻子的话 你一直都是个好丈夫 也要成为我们孩子的好父亲了 这让她隐隐生起内疚的感觉 但下一句就听女儿说道 不过我不再执着这些 因为我真心想要的东西 爸妈是给不了 看看她这懊悔的生态 真像个傻瓜 而在之后的饭桌上 扎爹开始主动关心她 但粉毛兄妹 马上就用其他话题打断了他们 从珠宝投资 到新店开业的选址 都把她排除在外 这是原著中安妮不了解的信息 公爵骁勇善战却不擅长经商 他们家的财政状况并不好 但熟知原著内容的她 知道怎么能一本万利的 获得大量金钱 这将成为她拿回权利的筹码 当父亲再次问她想要什么时 她指向了弟弟的脖子 就这样 地下城的钥匙到了她的手中 现在只剩攻略男主勒迪安了 当她再次来到地下室 没想到金木堵勒迪安遭受虐待 守卫边打边慢慢 你这个怪物瞪什么呢 还指望有人来救你这个脏东西 安妮从暗处走出 你在干什么 对方一脸惊苦 宫女你怎么了 是因为太蠢所以听不懂 我说过不要碰我的东西吧 刚还嚣张的男人 被她一板拽倒 不服地跪在她脚下 安妮掐住她的脸质问 告诉我 你叫什么名字 她把风批养成中拳 也为了改写被她砍头的命运 公爵家秘密训练的最强杀人机器 实际是皇帝流落在外的私生子 所以当守卫再次虐待她时 那只是针对诺尔玛的训练 那为何她在留学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诺尔玛都是用这种方式强化身体的 艾瑞克少爷也知道 话音刚落 她就被女孩狠狠抓住了下来 看男人满脸惊动 她笑了 你在怕什么 这不是地下城管理手下的方式吗 你叫什么名字 约翰我叫约翰 下巴传来的疼疼让她浑身看 宫女的力气怎么会这么高 好约翰 我想你应该能听懂 我是费利西特家族唯一的敌人 等我下次再来的时候 不想再看到她身上的这些什么 听懂了就滚了 还有个小可爱等我打招呼呢 乐迪安一脸凶下 看来她不太喜欢这个称呼 你好乐迪安 没有忘记我吧 我可是遵守了约定 她拿出两块糖 乐迪安抬起眼 直勾勾地盯着她 我不需要这种东西 你想要什么直接告诉我 安妮这才发觉 上次因为光线太暗 竟把她看成了孩子 那我们来做个交易吧 想要我帮你杀谁 并不需要你杀谁 我会给你提供最好的仪器 也不会让任何人再气愤你 只要你把我当成主人 不是费利西克家族 而是我 她抬起乐迪安的脸 等待着她的回答 却遭到拒绝 我不会认比我弱的人当主人 所以不会有人能做我的主人 虽然不知道你来这里的目的 但若是来找迎合自己的主人 那一定不是我 安妮把糖塞入她的口中 很好 看来你有自己的想法 她摸了摸乐迪安的头 过段时间我会把你从这里就出去了 乐迪安眼中的贵地 既愚蠢又自私 不过急于一点好处 就想让他们卖命到此 女孩这事突然贴近她 随着咔嚓一声 脖子上的约束器就被取了下来 尽管现在只能解开这个 但总有一天我会给你自由的 乐迪安从小就被培养成杀人机器 她强大到甚至需要药物加约束器 才能控制 一旦到走就会毁灭周围的一切 可宫女轻易就解开了她的家室 她不明白对方的意识 但她知道一点 自己绝不可能会效忠若不经风的人类 而回到房间的安妮 遇到了新的问题 她的前卫工夫突然发邀请函 为她见面 亚瑟贝尼奥大功 实际是个表里不一装模作样的疯子 她是绿茶心机能 未婚妻追她舔她时 她把对方是做洪水猛兽 可当两人解除婚约 那人从她的世界彻底消失后 她反而后悔 贝奥尼翻阅了全部信件 都没有找到安妮的 反而有一封署名露拉列夫 再三确认是安妮根本没有回复邀请行 贝奥尼简直无法置信 那个女人在她被派往外地时 连写了十几封信要求回复婚约 她抚摸曾经戴着定婚戒指的左手 再听到属下说她也许放弃了事 一个用力就划破了手指 她摩擦着伤口 想起过去安妮对她的纠缠 明明是负担是厌恶 但忽然间就敲声无息地消失 这种感觉实在太不爽了 而公爵府内 约翰正找艾瑞克告状 宫女解开了勒迪安的约束期 庶民壮汉都无法晋身的疯子 不仅没伤害她还对她言听计从 勒迪安不吃药就会吐血无法入睡 但在安妮走后她便睡了过去 难道宫女使用了某种能力 艾瑞克否认 她怎么可能会有 麦尔拉帝国 是神女将恶魔封印后建立的帝国 建国的四大家族里 已经很多年没出现过有精灵力的后人吧 她要是有那本事 公爵怎么会无视她领养我和露娜 她想起初见安妮时 心脏内要冲出胸腔的感觉 她能做的只有一件事 就是在角落里阴暗的美丽 安妮拒绝了贝奥尼的邀请 小女仆有点担忧 行了别操心了 把吩咐给你的事做好 他们正在熬制一罐糖 是安妮之前给勒迪安带去的糖果 里面缠有解毒剂 在前几次穿越时 她有一事曾试药剂师 男主命令她杀掉小皇子 但在她附身后 看到皇子笑着说自己很怕苦 又主动乖乖地吃下药时 她忽然意识到 男孩也许是知道她下毒的 就像是心甘情愿被她毒死一样 所以她后来把毒药做成了糖果和巧克力 不过皇子还没死 她就被男主杀了 看着和男孩有些相似的小女婆 我也给你做一份吧 戴膝戴若怒鸡 不是糖氏这部 对手有保护作用 当小女婆一脸幸福地感谢她时 异样的情绪又出现了 那个不知道结局如何的小皇子 真像个傻瓜一样 都不知道她给的是不是毒 怎么能毫不怀疑地欣然接受呢 父亲因征战一身旧伤 女儿知晓却毫无感觉 她宁愿把做的药送给女婆 也不想拿来讨好她 只因她从出生起就被父亲所无视 公爵斧的权力甚至掌控在一个养子手中 任她肆意妄为 当她再度来到地下城时 没有见到上次被她教训的约海 看来是怕她惩罚逃了 那就由你们转告她吧 我来看望乐迪安了 刚转身 就听骑士在后面窃窃私语 现在不是很危险吗 宫女进去出事怎么办 就算死了又死了 反正没人会怪我 要怪就怪里面那个怪物 乐迪安还未醒来 伤口也没完全恢复 她开始给她涂药 你应该也受够了吧 被困在狭小的房间 好像也没什么两样 她因为重生太多次 连本身的记忆都开始模糊 他们就像是被套上枷锁的野兽 你上次问过我想要什么 我只想活下去罢了 暗原著的剧情 乐迪安不久后会脱离地下城 她想逃离这个世界回到现实 只能帮助身为男主的她 安妮并不知道 乐迪安一直是醒着的 见她往好无损地离开 因为好奇而接近她的骑士 受到截然不同的带领 被她抱起瞬间按在了地上 鬼鬼祟祟的老鼠进来干什么 一名骑士颤抖地喊着求饶 正当她想杀掉这两人时 想起了女孩刚才说的话 她收起杀心 滚出这里 趁我想杀掉你们之前 奇妙的是每次想起她 暴躁的情绪就会得到平息 而公爵此刻心情可不大好 胡左官向她伸出白嫩的小手 炫耀说公女分了女婆们要高 她好奇要了一点使用 涂上后竟然连一些旧伤疤都好了 看到公爵眼神飘忽 她邪美一笑 天哪 阁下你没有从小姐那里收到吗 她忍住愤怒说没收到 那孩子应该不知道 我被摩世带来的后遗症所影响 所以大家才说养孩子没用吗 胡左官收起笑语 说实话 阁下 公女从小差不多是一个人长大的 阁下长年征战几年才回来一次 夫人死后领地甚至传出了 公爵诚被诅咒的传闻 在那样的地方 小姐一直都是孤身一人 等您完全回来时 还带着艾瑞克少爷和露娜小姐 你的意思是我没收到是活该吗 其实 我不知小姐做错了什么 要被大家嘲笑成费利希特的红罗女 被他打败的男人丹西贵地 以王国之旅献上誓约 安妮本想了解诺尔玛的训练 却不想让他发现新的宝石 公爵家在训练诺尔玛时 会给他们带上约束器 如果有人反抗或闯 就会被勒紧 他从训练官得知 公爵并不知道此事 完全是艾瑞克听约翰的建议后 私自实行 因为约束器让诺尔玛无法反 一些训练官更是变本加历欺辱他们 很快到了最后一人 他是德西里奥王室的私生子王 安妮想起 书中勒迪安成为房太子时 德西里奥也有一位杀死父亲后登基的年轻 训练官像是打了机器 大喊道拿起劲 今天我要改掉你那臭脑兵 说完就刺了过去 他一个侧身躲开 说什么呢 怎么要有让我拔劲的价值 他轻松躲开了全部攻击 还早就把人踹飞出去 对方倒地大骂 被瓦伦丁嘲笑 就这还训练官 真不自量力 他踩在他的头上来回你呀 有人惊呼功名来了 训练官追上前提醒他小心 这人和乐迪安一样危险 可他静静直走过去 不仅如此 还捡起雕在地上的剑 转身就像瓦伦丁劈了过 这次对方终于拔出剑 天赋与力量的差距并不是能靠训练的力 但也有取胜方法 就是抓住罗子 而后进行猛攻 从刚才的战斗开始 瓦伦丁就在刻意保护右键 如果不是他有一式精通剑术 根本看不出来这细微的差别 难以手中的剑被他打 你叫瓦伦丁吗 你的肩膀承受不了这种训练队 我会给你安排能让你发挥能力的事情 本次游戏无效 注意力在瓦伦丁身上的安妮 并未发现乐迪安的出现 你不是在看清我的弱点后才攻击的 相反我却没有你的任何信息 最重要的是 挥几下剑就气喘吁吁的 你是好像没有命令我的权力 请不要用这种犯规的方式来玷污规则 他不是好歹又嚣张的样子惹怒了安妮 这话从你口中说出真可笑 殴打训练官把对恋搞得一团糟 这就是你口中的规则 你怎么不等上战场被人砍掉了 马白再这么说 在德西里奥王国失败者对胜者该有什么理由 回国见到父亲前可不能忘了李粉 好好想想谁才能把你送回王国 现在力量薄弱的你又该效忠于谁 勒迪安的脸色越来越疯 瓦伦丁却笑了 王国的礼法 他跪地吻上安妮的手脸 为您献上德里西奥的助手 虽是驯服的姿态 但他眼底有着藏不住的隐形 既然您用这只手打败的我 就请您用这只手来拯救我 他不过收服了新的骑士 就让男主促到当场暴走 内维尔爵士本是他父亲最得力的武器 因看中勒迪安的财力 以教导他为条件加入地下城 他们本是简单的队列 勒迪安却突然开始暴走 内维尔大喊着勒迪安的名字 让他冷静 同时叫人快去拿麻醉强 他就像变了一个人 如恶魔般散发着不祥的气息 什么勒迪安 看来人类已经忘记了我 我不是说过一定会回来了 我要找的那个女人也终于 就在他要抓到那维尔头的前一刻 忽然有人开口 训练结束了勒迪安 是安妮伸出了手 援助中勒迪安也曾抱走 那是仅通过眼神就能感受到的压迫感 他紧盯着勒迪安 告诉自己即便害怕也不能表现出 因为在退缩的瞬间就会被猛兽咬断脖子 勒迪安走近抓住他的手 接触的一瞬 他的眼神就从混沌恢复到轻敏 安妮眨巴着眼睛 心想他这应该是清醒 勒迪安只觉得头痛欲立 安妮紧张地抓住了他 你头晕吗 他反问 看到刚才那种情况 你不害怕我吗 安妮知道不能再刺激他 什么样子 像新生的小马鞠一样摇摇晃晃吗 别风不知道 和刚才一样可以跪着给你发誓的诺尔玛又好 不管是对恋还是忠诚的事业 都去找别人做吧 他还以为随便哄哄就能驯服的家伙 没想到比想象中及时 对方再次撂下谎话 别总是出现在我面前哀哑 如果可以 当然他也想离开 可是不行 他必须在男主身边才能活到结局 你明明很在意我呀 要不然也不会一听到我的声音就清醒了 你说的没错 因为我一句话就下跪效忠的人很多 但我想要的 只有那个满身血迹躺在地上的人 勒迪安语气冰冷 你想要我做什么 他首先感受到的心跳 却远不及他表面上的瓶颈 不是说过了吗 我给你自由 你把我当成主龙 而此刻的皇宫 皇帝接见了贝尼奥大公父子 看到亚瑟年轻的面容 皇帝回忆起过去 他的妹妹曾与贝尼奥家族有过婚约 却爱上了摩塔主还未婚生子 为了掩藏秘密 皇帝派的贵族们逼迫他处理掉孩子 即便他一再抗争 却因为刚登基地位不稳 最终还是没有救下妹妹的遗父子 如果那个孩子还活着 现在应该跟他一样大了 只因收到了皇帝的亲笔信 他就再一次被家族审判 愚蠢的父亲连信都未打开 就先一步被女儿定了罪 在会见贝尼奥大公时 皇帝收到了有趣的消息 他看上了贝伦地区 被费利西特家族的宫女 抢先买走了大半本地 而这个名字出动了安妮的前卫婚夫 看着大笑的皇帝 大公厚着脸皮上前 陛下是什么有趣的事吗 您刚提到了费利西特的宫女 我们家也和她有着很近的缘分呢 是吧亚瑟 他没料到父亲会利用她 也只能顺着说下去 没错 虽然解除了婚约 但作为他的未婚夫 我们相处了很长时间 皇帝讽刺一笑 确实发生了有趣的事 虽然我也想告诉你 但既然退婚就不是亲历的缘分 如果你们关系真的很好 不妨亲自去问宫女吧 而安妮正看着魔法水晶 以约翰为首的训练官 正大肆谈论她 因她接连收服勒迪安和瓦伦丁 让反对她的人感到了危机 约翰鼓动着其他两人 说公爵已经抛弃了宫女 她是杀死自己母亲的凶手 公爵怎么可能认可她 连被退婚都不敢说一句话 真是一群小丑 这几个废物她记住了 突然她感到一阵心急 在与这具身体融合的过程中 她断断续续接收着原生的记忆 在并不陌生的环境中 父亲极其冷血地说着 她是家族耻辱 即便这样安妮也面无表情地 硬生说着是 她能感受到 那种惆怅又委屈的情感 隐藏在冷漠面目下的安妮 是不是也曾非常痛苦地彷徨过呢 这是辅佐官到来 是公爵传唤她 小女仆激动地非要她 带上药膏去送给公爵 安妮虽料到事情不简单 但未想到家臣们也在 父亲拿出一封信 这是陛下送来的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信上是皇室的印章 她刚要说什么 就有人打断 大吼着让她交代罪物 艾瑞克一副看好戏的样子 这里的人几乎都在等着 看她的笑话 父亲再次开口 因为陛下送的我们不能打开 你有什么要交代的 最好现在就说 还未看信的内容 就已经给她定了罪 安妮反问 爸爸也同意他们的看法 您是不是也认为 毕竟能让陛下来信 可不是一般的事 如果是平时 她不会有什么感觉 可能是刚和安妮 融合了一部分机 导致她竟有些难过 随之而来的是愤怒 她高声说道 如果我做错了什么 我会对家族的名誉 负责交出自己的生命 公爵激动地起身好望 安妮你这是什么话 她没有理会继续着 但如若没有 在场的所有家臣 都要对随意侮辱 我的事情担负起责任 害掉前卫婚夫后 渣男却眼巴巴找上门来 女孩却看都懒得看他一眼 就在前一刻 家臣们还质疑 她是犯了重罪 才会收到皇帝的来信 指责她玷污了家族名声 公爵制止了那人 让安妮把信读出来 而皇帝只不过是约 她在贝尼奥的欢迎会上见面而已 她把信甩在众人面前 我从来没玷污过费利希特的名声 这么多家臣聚集在一起针对我 真是让你们失望了 她换来女婆 对了爸爸 我看你的手有些旧伤 用这个应该会好很多 没想到送个药会这么难 她提起裙摆优雅的告辞 安妮本想惩罚家臣 但看到公爵带愣住的样子 又感觉没什么意义 姐姐等等我 她被艾瑞克抓住 对方笑得不怀好你 我光想着陛下的来信忘记告诉你 贝尼奥大公子今天要来 看来是要在欢迎会前和姐姐打个招 虽然大公子厌倦了你 但今天她总不会是为了露娜来的吧 安妮冷漠回应 我不感兴趣 说完她转身却又被拦住 姐姐别撒谎了 你拼命纠缠的亚瑟都要来家里 艾瑞克裂夫你太无礼了 不要乱碰我的身体 我知道你想刺激我 但我现在没空搭理你 艾瑞克这一刻彻底慌了 她发现无论做什么 都无法再引起安妮的注意了 在原著中 亚瑟与露娜第一次见面是在欢迎会上 她爱上了被自己抛弃女人的妹妹 今天她的到来 等于打乱了剧情 不过原著变成什么样都没关系 只要她能活下来就行 她该去看勒迪安了 而亚瑟这时已经到了公爵府 而不是这两个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如果不是父亲要她拉拢安妮 她绝不会来这里 艾瑞克丝毫没有察觉对方的不难 还邀请她进去详谈 亚瑟四处张望找着安妮的身影 算了还是先拒绝他们 就在她开口之际 楼梯上传来说话声 小姐你今天就像夫人从画像中走出一样 须带细安静点 不同于过去的艳丽装扮 她只是身着简单的白裙 点缀了几颗珍珠 就犹如一朵纯洁的百合 亚瑟竟一时看呆了 艾瑞克随着她的目光也转了过去 口中泥男出声 姐姐 露娜的眼眸低垂面色不渝 辅佐官出声提醒 小姐贝尼奥大功来了 安妮缓缓走下楼梯 带着笑意看向亚瑟 露娜的甜点手艺很好 请您尽情享用吧 亚瑟叫着她的名字 但安妮并未停下脚步 而是与她残伤而过 明目张胆的无视 终于撕破了她那张五扇的面具 她为了男人一颗糖 又捏了捏她的脸 对方就嗅到面色通 可就在前几天 那人还一脸凶声恶煞的对她说 离我远点 她一辈子只会释分一味主 不要只拿几颗糖打了她 而她吃醋的行为 女孩却误会成了孩子毒气 昨天我有特地留意你 她伸出手 对方不紧 这是做什么 安妮没有解释 只是让她也伸手 勒迪安很抗拒 你把我当成狗对待 但在安妮的催促下 她还是乖乖照做了 没想到竟是帮她按摩 我昨天看你有活动手腕的习惯 是因为握件太久 所以手腕才会很累吧 我请裁缝帮你配一副训练手套 这样可以保护你的手 勒迪安反手抓住你 她捏了回去 你对别的家伙也会这样做吗 总是摸来摸去 喂一些奇怪的糖 还会在深夜找过来 安妮这才意识到这种行为 好像有点危险 难道你那天醒着吗 勒迪安没否认 怎么可能睡得着 你知道被困在这里的家伙 都做过些什么 为什么我们这些怪物 不允许被救赎 那天晚上如果不是我强忍着 你可知道我会对你做些什么 那是你无法想象的 她一直都知道勒迪安很危险 每次被她那双蓝色的眼睛盯着 都像是被冰蓝的毒蛇缠绕你 但迄今为止她的反复警告 更像是想要吓走 她虽总是对她说一些吓人的话 行为却是相反 她无法靠力量来驯服勒迪安 但可以从心里上 因为人都是有好奇心的 那你知道我今天早上做了什么吗 你才是 能想象到我做过什么恶行吗 听说过我的别名吗 费利希特的红魔女 安妮在她耳边轻轻吹了一口气 勒迪安炸毛向后躲 她的脸平道爆炸 这是在干什么 我都说让你小心这种行为了 怎么 如果我不小心然让你会杀了我 勒迪安沉默了一瞬 接着她握紧去 那是因为我能忍着 但其他家伙就不一定了 即使对着你的眼睛宣示 也不要像对我一样随便亲近她 尤其不能对着耳朵吹起 而你一问 那如果只是讲话就不危险了 很危险 因为习惯了被抛弃 所以当感受到温暖时 就绝对无法忘记那种态 那是怪物的习性和本 这是原著中勒迪安在杀死她时 说过的牌子 而现在他们没有产生矛盾 所以应该没事吧 他侥幸地想着 不过孩子还是要活 他又一次捏了勒迪安的 我只给你一个人配手套 怎么样 现在愿意跟我去了吗 勒迪安的双眼颤动 回答了 而另一边在暗门里看后 公爵愣愣地看着水中的药 面色竟带着点滴的愧疚 可家常人仍在敌论 皇帝在信上根本没提为何要进宫女 毕竟他之前经常躲过 听说最近又对地下城那些怪物的经历 要是他能有露娜小姐一半懂事 也不会被被奥迪大公退婚 不然一道年轻的声音响起 又在胡说八道了 解除婚约怎么能是宫女的错 再说能让皇帝亲笔喜心 不恰好证明了宫女的能力吗 当所有人都在诋毁宫女时 埃伦却选择站在他那一边 就算与全部人为敌 他也没有停止控诉 阁下不在的那些年龄 你们让年幼的宫女坐上准备 不停地诋毁嘲笑以及责难他 一群大人把一个孩子逼到连话都说不住 埃伦的父亲去世后 年仅十岁的他坐上了家主之位 而当时的安妮比他还要年幼 他目睹了安妮遭遇的一切 可他太小了只能听之认知 现在他不会再做事不管 阁下 请查清把宫女说成家族耻辱的根源吧 对面的人怒斥 你这个狂妄的家伙 在谁面前大声嚷嚷呢 阁下请剥夺埃伦出席家臣会议的资格 公爵神情变得严肃 在此之前我有个问题 埃伦说的都是事实吗 公爵在今天才意识到 他是个多么糟糕的父亲 却不知他还来得及挽回这一切不完 安妮把勒迪安带出地下场 要求给他的护卫骑士配一副训练手套 裁缝惊叹于勒迪安的长相 这种外貌怎么可能只是个护卫 但他并未多问 他只要做好本分知识就好 虽然安妮没有理会前卫婚夫的邀请案 但因为皇帝来信 他决定出席被奥尼家的厌毁 突然传来惊恐的叫伤 裁缝被吓到瑟瑟发抖 勒迪安侧过身 我比较认真不喜欢别人碰 安妮皱眉 摆出那样一副可怕的表情 别人不害怕就怪了 给我吧 我给他两尺寸 看着安妮帮他测量 勒迪安忽然开口 我有那么凶狠吗 什么 大家看见我都会吓一条 他把帽颜扯得更低了 想盖住自己的脸 可知道刚才他都在用表情杀人 是真不知道才问的吗 看安妮没回答 他有些失落 其实我早就习惯当个怪物 不是的 是因为你太好看了 大家第一次见到会很惊讶 并不是被吓到 那宫女你也会觉得我吓人吗 勒迪安是他附身那么多次中 见到最帅的人 不过没必要告诉他 他转身离开 裁缝已经在悬灭了 我过去看看 我还没有听到回答 优还挺执着 听你的语气 好像很希望我会吓到 我去去就来 你在这乖乖等 刚出门 就看到戴希一脸愁愁 他身后走出一人 带着笑意与他问好 竟然是亚瑟追了过来 他拉过戴希 在他耳边悄声说 你去找露娜和艾瑞克 告诉他们大公子来着 亚瑟直直地盯着他 我想问一下 你为什么要拒绝我的邀请啊 你不是一直在等我吗 还是坏毛病又犯了 为了引起我的注意 在疫情故作 渣男前未婚夫对他动手脚 直接给了对方一头嘴 可男人好像有什么大病一样 对他越冷酷 他就越心烦 亚瑟为让安妮参加 他的回归宴会 竟亲自找上了门 而安妮因为皇帝的邀请 便没有拒绝他 结果对方开始嘚瑟 既然这么容易收下 当初怎么 安妮打断他 看来你非常需要我呀 不会是想拿我当诱饵 吸引陛下参加宴会的 既然你亲自来送我就收下 不过下次可行不通了 亚瑟挑眉 说什么 如果你下次还想邀请我 就得跪在我面前求我 不然像狗一样叫几声也行 说不定我会疼惜你呢 亚瑟非但不弃 还笑了 他放肆地抚摸上安妮的脸 安妮菲利希特 你又打算玩什么花样 你疯了吗 还不快把手满开 安妮是多亏了我 你才能在这里被当成人对待 这么快就忘了吗 对方不仅没放手 反而便准加厉掐住了他的脸 能救你的只有我 你怎么敢这样对我 他拽开亚瑟的手 我都说到这种程度了 你还没听懂吗 你实在是不怎么样 我已经溺了 停止你的意想赶紧滚 被骂法让他兴奋起 让我滚了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你这样 早点这样多好 以前的你就像个任人摆弄的玩偶一样 现在的你有趣多了 而且你今天格外挑 要是订婚时给我看这副样子 那关系不就能继续维持下去了吗 他把安妮拉进怀中 从你停止给我寄信起 我就该调查一下 你是不是有了新的靠山 说说吧 是因为毕竟 还是哪个疯子要跟你订婚了 他实在听不下去了 以前的安妮到底有多好欺负 才会让他这样随意对待 他重重地给了亚瑟一头锤 他被撞得大脑当机 安妮耻笑 哎呀我失误了 都是你突然把我拉过去吓到我了 而且以我们的关系来说 这个距离过于近了 大公子 如果我不去欢迎会等 你不是会有麻烦吗 在这种情况下还敢侮辱我 你要么是傻 要么就是找到了什么靠山那 他把亚瑟刚说的话 原封不动地还了回去 就在男人开始愤怒时 露娜与艾瑞克到了 大公子 你说想一个人参观化妄 怎么出现在这里 该死的 他嘴里嘟囔他 但回头时已经恢复了 往常绅士的魔法 抱歉 我在找画廊时偶然遇到了公民 安妮开始啪啪打脸 大公子 我不会忘记 你特意来给我邀请韩的请愿 如果能早点说是来敬我 艾瑞克和露娜 就不用白费力气讨好你 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没任何关系 您这样不请自来 实在是有些无理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安妮话里话外 都是让他快滚并且不要再 他提起裙摆优雅的告语 那么 再一次祝贺你的回归